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把Dennis的时间有点吃掉一点点了 快一点了 好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问题 第三场是要讲关于开放阶图和维基百科 开放阶图和维基百科是 几乎所有想到协作 想到开放资料 开放内容 都会想到开放阶图和维基百科 Dennis在台湾算是元老的吧 不是太算了 只是后来加入的 我怎么觉得你是元老的 但是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在上面 因为他办了非常多开放阶图的 meet up 和活动 所以如果大家听他讲完之后 对这两个活动维基百科 每个月台北会有一个乐剧 台湾街图也是会有相关的活动 可以再来请他把资讯告诉大家 那因为已经用到他很多时间了 所以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 请大家热烈欢迎 Dennis 谢谢威斯基的介绍 那今天我的题目是这个 开放内容的冲击 然后巴巴巴巴 那其实是当初投稿的时候 出想的一个题目 但实际上我要报告的内容是 就是怎么取得资料 以及伴随着资料取得方面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困境吧 比方说骗询不着资料 或是去跟政府要资料 结果就碰壁了的一个故事 其实是有一点悲伤的那个 有一点那个 觉得就是 啊 怎么那么多困境在里面了 那我叫陈瑞玲 那我的正职是在一家科技媒体网站工作 那我在社群的那个 我有在两个社群 维基百科和OpenStreamer 看到街图有在那里 蛮活跃的 办了些活动的 那我其实蛮 已经关心了OpenDR 其实蛮久的一段时间了 就是两年多 三年多的时间了 那今天主要谈的是这两类资料 看到街图 是属于那个地理性的资料 然后第二个话 维基百科的话 着重在文化性的资料上面 那我这边问一下各位 大家会如何去取得资料的 有可能是 第一个可能是买的吧 那第二个可能是网路上有 那可能就是去把它弄下来 或者第三个就是 抄的另外一种极致 就是把它砍下来 那可能这是 比较属于G0V的做法的 那这是Rolling on the GitHub page 那我其实受惠于它的 它的那个砍资料功力还蛮多的 因为透过它抓下来的资料 其实我就不用去 转编码 或者是去移动那个坐标系 如果说各位玩那个GIS资料的话 应该是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就政府所示出来 大部分都是Big 5和TW97的那个坐标格式 那当然可能以上方式 无法取得资料了 要怎么办呢 那想想看 有什么方式可以去拿资料 那可能有 那我从政府或公司那边 用买的方式的话 那有什么方式呢 那也许用群众 crowd sourcing力量 所抓出来 所贡献累积出来的资料 也许是另外一个途径 那这是那个 冰运火之歌的fan page 的westworld.org 那它这上面的资料 基本上都是从 维基百科的英文版 去抄录下来的 那它就遵照 维基百科的授权条款 CC 创用CC的那个授权方式 去把它直接可能人工 copy 下来 然后提到它的fan page里面 那达尔叶尾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那个详细的那个 它什么时候去 去那个截取这个资料 以及用什么样的授权放出去 那右下角的话就表示 因为是相同的方式分享 所以也是用 这个站也是用CC by SA的方式 去释出来的 那各位去逛Facebook 可能会见过这种页面 就不是人类去建造 建的一个 对它的一个专业的 的页面 而是可能是透过 机器去抓爬 微基百科的资料 抓下来的 那可能就是透过API的方式 去人工建出这样的页面 然后让你在选择 你的兴趣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选项可以选 那这是 MediaWiki的那个 API的那个 它的说明页面 那在地图资料的话 则会有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站 大家知道吧 这是Daka 现在变美食指南地图 美食指南网站 那是Foursquare 那它在右下角 如果注意看的话 右下角会出现一个 直接萤幕上可能看不太清楚 下面的话是 它资料来源是OpenStreetMap 那大家看到 诶 重复了 OK 那看刚刚那两个例子 那几个例子 有蛮多的站 比方说一些 FanPage的 的那个网友 或者是 需要地理资料的 可能就是转向 它不用传统的商业公司 比方说Google Map 或者是传统的百科全数的内容 它直接就用这些 Cross-sourcing的那个 网站的内容 那显示说 诶 其实这些Cross-sourcing的内容 其实已经有 可能有一定的那个 公信度在了 比方说它的内容完整度 可能OK 在某种程度它OK的 或者是说 它已经那个 它取得便宜 你只要上网 然后去按照它的说明 就是API 下来 然后就把它弄下来的 那今天给大家一些数字 就这两个Cross-sourcing站 维基百科的开放截图 大概的一个 它的那个 目前为止 它 从到2014年11月3号为止的那个 大小 英文的话是 快 已经400多万了 那中文的话是有 近79万笔的条目数量 那对 才十年的网站来讲 这个数字 其实还蛮impressed的 那开放截图的话 是总共有38G的 的那个地理资料 那各位 可能看现况 可能是 比较没有什么概念 那去可以看一下 这个历史性的一个曲线图 这是维基百科 中文英文维基百科的 条目数量 那现在 因为维基百科 迈向500万了 那这是Open Stream Map的资料 它已经有 260万 26亿 比的 点的资料了 那各位 来问一下 做个调查 在今天之前 有听过开放截图 Open Stream Map的 可以举下手吗 哇 这还蛮多 大概七成八成左右 那有画过的 可以举下手吗 那就少 少蛮多的 谢谢 那今天是大家的介绍 它就是类似 维基百科方式 去运作一个站 那2004年成立的 那原来它是一个群众式的站 所以就看群众 它对什么有兴趣 就是拿来 可以做很多有趣的应用 那目前有些商业 或是非商业网站 有使用它的资料了 这边是三英部落的 大家有听说三英部落吗 是在那个三英大桥旁边的 都市原住民的部落 那如果你去一些官方地图 或者是一些商业地图 Google Map的话 你可能是找不到这个地方 既然说它 它是有聚落在那边 有建筑物在那边 但是它就是不在 可是你如果说是在 看到街图的话 只要有人有兴趣关注 跑到都市里面的原住民 它一些聚落的情况 你都可以把它聚落的概况 都把它画上去 那这应该就是一个群众式地图 它有一个好处 就所在 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个 很美美的一个公园主题地图 这是印度一个公园的地图 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台湾一些那个成长数据 2017年基本上台北就只有 可以用手指头数出来 大概就是十个以内的干线 干到的数量 然后到右边 2014年的时候 它就变成这么重的丰富了 有行车区域 有森林分布 有公车路线 公车站牌 那些些许的商店的资料 那看到这些图主要有这几种的 取得资料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用整包整口 整个38G的资料 那它还有分国家的Mirror 或者是用API的方式 你可能只要某几种特定的资料 比方说我要U-Bike站点分布的资料 或是我要全台湾的7M分布 那它可以透过API的方式去取得 那这是一家公司叫Jio Fabric 那它有提供分地区的地图的资料 一个服务 那它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那它很贴心就是依照一些政治现实 都有把金门妈祖地区 把它包在台湾这边了 那这边的话是用API显示的方式 让台北市的U-Bike站 都显示在OpenStreetMap的底图之上 那各位可以看到 台北已经这么多的U-Bike站了 那各位可以点 只要有兴趣可以点左边的那个 它那个网页连结 然后可以点到那个网址 那当然可以包括一些主题的地图 我可以显示特定的 比方说登山道 或是乔车道等等 那OK 那今天的话 因为讲要资料的一个Frusturate 就是先讲一些比较 比较可以那个 比较好的一些 最后结果还蛮好的一些例子 那这分别是纽约市建筑物汇入 和英国的Rail Mill的 油桶资料的汇入 各位看一下 这张视觉画图是 纽约市的那个 就先前一次大规模汇入 那个 他们市政府的建筑物资料放上去 那下一张图 露得有点慢 因为它还蛮大 等一下会显示是一个 视觉画 依照时间轴的方式去 跑出来的GIF的档案 来显示 不过 好 先跳过好了 总的一直没有读出来 OK 那 那 政府打交道有可能有几个最坏的状况 比方说 他可能提案你请求 然后就不会理你 大家理你了 或者是 双方可能没有达成一个 双方满意的协定 那就不欢而散 那最惨的话 可能就是 你拿他的资料 然后他就告你了 那如果政府不理你的话 可能采用的方式 可能继续游说 或者是 像Running One那样子 号召向名习洞 去把那个 监察院资料 都把它破下来了 或者是像 CL高 他先前有 号召就是把那个 他要做选拟站 所以就需要 有开放授权的那个 投开票所的一个 位置的资料 所以他就 也是那种 那种是 人工方式去 加资料的一个 一个站 再来看 刚刚讲到的 英国油桶的运动 油桶可能是 不起眼的一个东西 那可能 大家可能认为在 开放资料 要释出开放资料的话 可能是相对比较 没有那么impressed 没有那么重要的资料 可是对于一些 fan 或是喜欢记性 或是做 交换明信片的人来讲 那其实还蛮 就是你可以 从这些资料 知道说 我可以在哪里去 投我的信 和我的明信片 那我今天 那我今天 Fural Data的运动 是 算是英国的那个 英国的开放资料的一个 前身吧 那它是2006年的时候 去做的 那它主要是抗议里说 政府花很多税金 去收集很多资料 去建党这些资料 结果公民要使用它的时候 反而要去 跟他们去付费 才能取得 那有人就发动说 跟英国皇家邮局 需要它 油桶位置资料 所以就发动 一波 依照法律 发布一些请求出来 那最后 Rail Mail 就释出 11万别的 6千别的油桶位置 但是这不是一个 这样最终 Happy Ending的 中间有些波折 因为它释出来 可能是 它释出来的 PDF档案 不是一个 易以使用的 CSV的格式 那有人用这些资料 做了 油桶查询的网站 可是 就是 政府就开始要告这个网站了 那要求他把这个网站 把它下架下来 那也有人发现说 这些资料 的位置并不是很精确 可能插了几个街角 或什么的 那 经过一些波折 总算 这些资料是可以完全开放的 那后来有人 就要求继续公布 收集时间 后续的更正错误了 那 接下来讲的是 维基百科文化的薪资料 这个话就是讲到我一些 切身的一些 困境 切身的一些经历 那我在2013年的时候 有办一个维基海古迹的 古迹摄影比赛 那各位可能 如果说看维基百科的话 可能都知道说 其实 维基百科上的 那个古迹的词料 其实相当这样的丰富 至少说 有个清单在那里 比方说 如果要查台北市的历史建筑 或各级的古迹的话 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清单 那 可能不一定 每一笔的那个 每一笔资料 它都有那个 一个详细的维基页面 但至少都是可以 你可以查到 只要有新公布的什么 历史建物 或者是古迹的指定的话 或者在那上面查到 一个 查到那个最新的那个名单 那这是一个 北门的那个页面 一个 一个很典型的 维基的古迹的 页面 是长这样子 那 就是刚刚讲的清单 在最下面的一个页面 可能都看到 比方说台北市古迹下面 作为这个 列表 那当时办 我一直爱古迹 就必须先跟 公家带来打交道 因为我必须需要 我不能凭空照一个 清单 古迹或历史建筑的清单 然后要我参赛者 去 去照 我必须是用 官方已经公布一个资料 出来 那 就我必须要一个结构化的 城市可以处理的 来让后续社群 可以去好好的 应用这些资料 那 那这是 资料格式的要求 主要是必须要有 一个 unic id 有名称 经纬度 等等的 可是呢 当我去跟政府 要资料的时候 去跟文化资产局 就文化部下面 下辖的单位 表示说 我需要这两笔的资料的时候 他就跟我回答说 就请用这个网站 来解答你的疑惑 这是一个 OK 就是长这样子的一个 清单出来 那 如果说按 右上角的 那个 按钮的话 会出出该死的pdf的格式 就后续处理 就是非常非常棘手的 而且他那个 资料格式 并不高阔 我需要id 和最重要的经纬度的资料 那这就是 沟通的是困难 我跟承办人员是 讲不同 不同那个 星球的语言 有时候他就回答说 用这个 查语网站就好了 但用查语网站 是找不到ID 经纬度 那我自己又是一个 很偷懒 那时间没有那么多 一个上班族 最后就决定用 比较是GTV的方式 就请人来帮忙去砍 砍资料 要到我的东西 那这个典型的一个 古迹文化部的查询系统 一个 它的古迹的叙述 那由于它是 它是 汇整各地文化主管单位的 那个资料 所以它其实品质是良由不起的 比方说可能那个 古迹已经有些变动了 那最近状况不在 或是 它那个照片 它其实节度 可能地方主管 大家也没有很用心 大家节度可能是很差的 那我要的这两笔资料 在页面上是有的 一个是在它的那个 网址页里面 ID在上面 那古迹经纬度 PDF的那个输出的档案没有 不过它在页面上是有的 所以它其实公开出来 但是不是用一个 很friendly的方式 去把它呈现出来的 不过最后 还是找到人来帮忙 然后我自己也花很多功夫 去把它变成表格 然后放到维基的 那个比赛的页面上去 然后让参赛者可以 可以去参考了 那 维一百克它一个很好用的 地图的套件 就是Open Stream Map的那个 的那个 底图 来当地图来显示 那个 古迹的位置在哪里 那想要 想到那个文化性资料 就想到一个叫数位典藏计划的 各位有没有听过 就是办了十年的一个 的一个 长期的计划 不过 在这部Open Data 里面 它好像是缺席的情形的 那它是一个十年期计划 然后它主要经费用在各个的 有国科会 有些现在科技部 给预算 然后让一些他们的 一些 博物馆 或是资料 资料室 让他们展品 给数位化 然后希望透过这些 数位化的过程 然后加值去运用 那其实现况是 这些大部分资料 其实所在资料库里面 那这是故宫合作社的 产品目录 就文化部 不是文化部 是那个国立故宫博物院 它就因应了Open Data 的潮流 就放出这笔 器物类文物 产品目录 和书画类文物产品目录 那都是一些表格式的 一个清单 但是 最重要 我们看 我们要有 展品的数位化 资料化 其实最重要的东西 应该是那个展品的 那个照片吧 对不对 结果这些东西都是 都还是在它的资料库里面的 去 用故宫合作社的方式去 去 去它 去贩卖它的一些价值 运用品 那对于我们一般来讲 其实很多 它的经费很多是来自国家的 那其实这种情况 其实蛮不合理的 一个情形 那它就释出 没什么用的后摄资料 就相对重要的那个 文物照片来讲 它都没有释出来的 反而放出一些 它产品目录出来 然后透过就是 就让大家不能去博物馆 直接照片 照相方式 然后独占它的这个数位生意 那 有些国外 有一个国外学者 就提到叫copy fraud 的一个概念 就讲说 就是讲类似故宫 这种情形的 就是限制大家 它说你不能去直接拍摄数据画 然后让它自己成为一个 唯一拥有这些数据画的一个机构 然后靠这个去赚钱 这是法国 就是这位 Jason Maslow 提出来的 那它的定义是 原先应该属于工晓领域的内容 被文物机关诠释之后 就认为说 它的数位照片是有权利的 比方说我去复制了西山行李图的那个照片 就我会侵犯那个故宫版权 反而不是原作者犯宽的权利 那 我前面有提过 就我不能自行去故宫拍摄 所以我一定是受制于故宫 要放出来的 那这是在历次危机的年会 其实一直都有讨论这个事情 那有人就 其实类似行进一些那个 資料库的厂商也在做 那 其实 政府其实应该 其实拥有大批的预算 然后世卫化不少的东西 那其实应该用更积极的方式去 从事这件事情 然后说放出一些资料 然后让新型态的产业人做出来 然后帮助 比方说 油桶爱好者 喜欢寄信的人 他知道他家里最近的油桶在哪里 那 这是我一个结论 就是 我关系OpenDR 就是两三年时间了 那其实 一直需要有人 一直不断push政府 资料拥有者 去不断努力 那也许 那也许一个群众是编辑方式 是一种 另外一种途径 当然你可能在 呃 官方 你可能找不到资料情形 那可能 用群众 透过群众 crosstoring方式 的网站 可能是另外一个选择 那 这边 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 两年前的时候 也是在众议院去 众议院 在演讲 我怎么去 标油桶位置的故事 那 到2014年3月的时候 在政府 资料平台上 有出现这样一笔的资料 那它是那个 油箱油桶设置位置的 那个CSV档案出来 那它非常好心 就是它是有 精纬度的一个资料集上面 所以说我可以在那个 我的这个 我的CSV档案体 可以把它读出来 然后放上去 不过咧 它有一些那个 因为它 它是用GEO Coding的方式去 它的精纬度 不是它自己去 人工去探查出来 而是用它文字叙述 去把定位出来 所以有一些 它的那个资料的位置 其实错了 比方说 台湾大学油桶 它的位置就跑到那个 校门口放榜单的地方 而实际上 它应该是在那个 校内邮局前面 那 OK 那其实 两年之后的时间 那政府放出来 有统资料 那其实 就是 你只要不断的努力 相关单来 才 擁有资料的人 才会把它放出来 那今天 我演讲的就是到这边 那 这叫两个网站 就是Facebook社团 那只要对 唯一百科或是开放街图 有兴趣了 就可以欢迎加入 那 谢谢大家 给我们快速讲完 还剩下一点时间 大家對這場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提問的 對不起 我剛才看到說 您講那個 故宮的這個資料 是故宮合作社的 那個是不對 因為我是故宮的人 我剛才坐後面聽了 我一定務必要澄清 那個是我們故宮數位點藏 數位計畫裡面 所有的文物點藏的後色資料 所以可能是 你想要的是圖檔 事實上在數點的聯合目錄裡面 它是有比較低階的 可以供大家使用 所以這個務必不要誤導大家 那我記得它 可是它授權好像不是 因為事實上在open data 在國發會的那個 那個網站裡面 其實它是不用錢的 它是我們珍貴 一筆一筆的欄位 很多個欄位去建立的一個後色資料 那個是提供研究用的 那就是說怎麼樣加值運用要大家去想 那您要的是圖像的部分 事實上聯合目錄就已經有低解析度的 那如果是你要用 就是說我們相關的規定裡面也有提供學術用的啦 或是說你要註作研究用的都有 那如果是你要做商品發展的時候 那如果是你要做商品發展的時候 就是要做商品發展的一個頁面而已 就是要用本院的open data規範做法公告裡面 第一條就寫了 open data專區內供使用者無需現行申請 但是要遵守以下的條件 它第一條寫 使用者不得將本院資料再授權交付或散布與第三人以任何方式再利用 也就是說就算你免費給使用者使用 我們也沒有辦法把我們拿下來的資料再提交給其他人來觀賞 或是再利用 所以它有開放跟沒開放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這邊有一個feedback 你要先分清楚聯合目錄跟故宮open data的差異 那個器物資料後設資料 那個並不是 不一定是在那個故宮open data的釋出範圍 那圖檔的話你可以先去聯合目錄那邊稍微看一下 那可能那邊有那邊的條款 不一定是受制於故宮open data條款的限制 給你參考 等我一下 好 講到故宮 不好意思 故宮有東西叫做open data的Portal 它上面寫的授權就像剛剛Rex講的一模一樣 那很抱歉那個東西不叫做open data 它和open data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它的網站叫做open data 那如果說這邊有故宮的朋友的話 我想拜託你們一件事情 請回去告訴你們長官 open data它在目前的定義非常非常清楚 剛剛Rex講的一個重點 再散步 再散步自由使用 在故宮的那個Portal上面寫的東西是 禁止散步 同時 學術什麼要在其他 其他特殊使用的話 他還有自己的規範 還要再申請 那剛剛提到說聯合目錄太好了 維基百科 他很需要這些照片 可不可以麻煩故宮的朋友們 把你們的照片上傳到維基百科 造福全世界所有的人 謝謝 提問其實也是就為了前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瑞琳或者是 我還是知道的話 所以例如說不管是大英博物館 或其他國外的博物館比起故宮 他們如何讓他們的文物資料上傳上去 目前的狀況跟 做法的不同在哪裡 可能是延續上面 讓大家更深入去了解 我想提問這方面的問題 我先年所知道 就有不少國外一些展場 它可能是用API的方式去接接出來 然後提供一個開發者更friendly的方式 來呈現這些文物的 那當然也有去釋出它的原始的資料 比方說 我原先在slide裡面有放 但後來把它拿出來 就是可能英國那邊的博物館 大英博物館 大英圖書館 有跟當地危機社群合作的 就是透過社群力量去完善 大英博物館相關的一些 相關的展品的敘述 相關它cover到的一些歷史主題 或是一些展品主題 這是我知道的部分 因為GIO AM這塊其實它的授權是 它會牽扯到很多所謂第三方的 著作權的關係 所以它在講開放資料這塊的時候 其實在國外是分很多層次來講的 他們不會說一開始就說 就像剛剛提到故宮的 OK 文物這些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 著作權在裡面 著作權應該有所謂的 期限的限制才對 那為什麼在故宮的這些文物裡面 我上去拍照 出來商業使用的話 會有問題 其實這同樣的問題 在法國樓服宮也有遇到 他們因為有自己在賣東西 所以他們現在有限制說 你拍照之後 你可以在自己家裡使用 你拿出來賣的話 他們會有限制 所以說各國在文物這一塊 其實是 我會覺得他們 都是慢慢在往開放資料這一塊走 那在授權這一塊的話 就是說會分成很多層次來談 那在台灣的話 文化部 它其實也是在面臨到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開放政府資料 什麼叫開放政府資料 政府為了它本身運作所需要收集的資料 或者說它委託外面的專家 所做的研究報告 所產生的資料 那文化部有很多這類的 類似補助的案子 或者說跟其他人合作的案子 那產生出來的東西 算誰的 政府一般不會想把它當成自己的 他只會希望說 來你產生的東西 我可以用 在某個特定的範圍之內 就夠了 那可是這支錢是用政府補助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很簡單嘛 全部變成我的話 我要負責任 那只讓我在我的網站上 可以秀出來的話 或在某個活動中可以秀出來的話 我不需要再負後續的責任 我不用去管它 因為是屬於製作全程所有 我是這樣看的 或許說 在座的專家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可是我真的是這樣看 所以說 我們在談文化部的開放資料的時候 就會一直撞到這同樣的問題 這東西在當初的授權裡面 在當初的合約裡面 在當初的案子裡面 就沒有在講這塊開放資料的概念 所以說今天要求他把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他根本是拿不出來的 所以說他目前正在花時間 在找專家 在做研究 在做授權這一塊 可是在台灣我們在講開放資料的時候 其實會一天到晚碰到法律的問題 今天上午其實有講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政府必須要依法行政 可是政府依法行政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們想做什麼 都可以翻出一條法令來告訴你 我依法行政 所以說在這裡面 我們是很希望說 或許故宮 或許出了點藏的東西 我們無法解決 可是或許在下一波我剛提到 在未來的法令上 或許可以找出一個方法來 要求政府在未來的案子裡面 開始去思考說 開放資料應該是怎麼存在 應該怎麼去執行它 那接下來的話 或許未來四年 真的可能是未來四年才可能發生 所有的政府案子裡面 會把開放資料的東西放進來考量 那我們要跟他們談開放資料的時候 他們會比較容易把東西丟出來 可是在目前真的是 數位點藏一樣 剛剛提到數位點藏 在開放資料裡面它是缺席的 它真的是缺席的 它的東西就是殺到 這邊是中研院 它殺到中研院之後 就拿不出來了 那文化部的東西一樣 所有牽扯到所謂第三方注作權的都一樣 政府的東西反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 那 所以回到最原始的問題 GLAM 就是展覽館 圖書館 A是什麼 展覽館 然後是博物館 這些東西它在開放資料裡面 真的是屬於一個很特別的一塊 那 歐洲 它是朝 城市的方式來推動它 那 我會認為 回到今天的主題 OpenStreetMap Woochipedia 這些東西會有關係 那最好的方法 如果是政府的資料 我們把它拿出來的話 大家一起共同來寫作 聯合目錄 拜託你們 把圖片 盪傳到 維基百科 造福全世界 所有看維基百科的人 對 就是那個 說一點在它後期的時候 遇到一個法律上的問題 就很多 就像現在OpenData去 講說要試出什麼資料 結果發現都一對第三方的資料 那其實當初也有遇到這種問題 所以照常說它 就只能放到它的資料庫裡面 不過有一批資料是 比方說是大學展覽館 或者是公家機關的展覽館 那 由於它的經費來源是蠻單純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在釋出方面 其實應該是 相對的主力 應該要比較小 才對 對不起 其實 我剛才想表達的意思說 因為最先的案主是說 沒有辦法看到照片 那故宮那邊回應是說 後設資料 我先誠信一下 我不是故宮的人 我也不是聯合目錄的人 但是我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是想要有圖 maybe聯合目錄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我想當初聯合目錄它在建置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眾利用 這絕對不是說把東西鎖在箱子裡面 不開放 那至於說 因為 open data是後來的issue 那 跟伴隨著後面衍生的利用 會有跟一些條款的問題 這些我都同意 那 我覺得你的倡議也很好 maybe 聯合目錄可以考慮把圖片匯到 維基牌科 但是這邊有一個細部點 我必須要指出來 就是說 做數位點藏的 它其實是有機構計畫 那這些機構計畫本身就是 這些機構包含故宮 他們是用他們的機構名義在執行這些東西 那你說這些成果 它是會上傳到 包含它的metadata 或是低解析度的圖檔 它會是放到聯合目錄 所以 如果我們要取得全部人的 包含metadata或是圖檔的話 maybe 聯合目錄是一個比較快一致性的方法 從那邊解討 而不是說 因為像故宮他那邊他研究人員 他的使用需求 跟一般大眾使用需求 是很不同 那這個是有一些差異要解釋 不是說 他們不願意開放 或是說 他們就是 希望把東西摁在他們那邊 這是 我想 就我的理解 必須要幫他們說一些話 這樣子 謝謝 多了 那 嗯 好 聯合目錄我知道了 那今天就是 這場就到這邊結束 就結束了 那 大家再來熱烈 感謝Dennis帶給我們的分享 和會後的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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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